黑白的情节上 弹奏着你我的故事 因此翩翩起 无尊相信的那天开始 我轻轻一唱着 这些年的生机 空白的无限度 现在有你的幸福 在你的声音响起 弹奏着我上的心的记忆 就在这一世 暂时学会 叫做你开始 在你上眼睛 到他和你 一生是谁 和情绪充满了 你带我的想法 你说你一不重心 山南山的脚印危机 用你陪我走过火热门 你身上伤的印记 有证明爱的真理 只要有你 思路 就是在天方 在你的声音响起 帮助我上的心的记忆 帮助我上的心的记忆 帮助你 帮助你 十字 是学会 交通的开始 闭上眼睛 到他 愿你一顺失险 空气 风中 充满了 你对我的承诺 你说你一不重心 山南山的脚印危机 用你陪我 走过Forever 你身上伤的印记 留下了你爱的真理 只要有你 思路 就是在天方 欢迎请站立 让我们一起来问安与赞美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也与你同在 我很欢喜人对我说 我们同王主的殿 来啊 我们一同歌颂主 我们要向全能的救主 大声欢呼 上帝是灵 我们当以心灵和诚实拜祂 荣耀为上帝 圣父圣子圣灵 赞美归于主 从现在至到永远 阿们 哈利路亚 基督已经复活 是啊 基督实在复活了 哈利路亚 那我们一起来念 求见新诸文 来兼顾我们的信仰 全能的上帝 凡能的心 在主面前 无不显明 心里所羡慕的 主都知道 心里所隐藏的 也满不过主 求主用圣灵的感化 接近我们心里的意念 叫我们尽心爱主 恭敬归荣耀与主的圣名 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哈利路亚 好的 佐支出 Prepare for service 祈祷 李信靠归写你 祈祷 ska支出社 as a 你的神 全能的耶和华 一切万物都来赞美主 万国万民起起敬开主 我们平安的神 联盘并归我们 我们平安的神 联盘并归我们 为他敬佳神 天和华 我们平安的神 联盘并归我们 我们平安的神 联盘并归我们 为他敬佳神 耶和华 全能真 创造主 主耶稣我救助 事加上你的神 全能的耶和华 全能祖 将列邦 全能赐给我们 全能赐给我们 赞美主 全能赐给我们 赞美主 一切万物都来赞美主 万国万民起起敬开主 哈雷 义 来热美主 全能赐给我们 赞美主 我们平安的神 联盘并归我们 联盘并归我们 川纳归我们 联盘并归我们 为他敬佳神 焱光荒 我们平安的神 联盘并归我们 我们必然的神 联邦避归我们 全能的菌花 那动魂挽勇 我们必然的神 联邦避归我们 为那奇妙神 耶和华 哈利路亚 尊美哈利路亚 尊美哈利路亚 全能的菌花 那动魂挽勇 哈利路亚 尊美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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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的菌花 那动魂挽勇 尊美哈利路亚 尊美哈利路亚 为那奇妙神 耶和华 哈利路亚 尊美哈利路亚 尊美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尊美哈利路亚 尊美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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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美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尊美哈利路亚 尊美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尊美哈利路亚 尊美哈利路亚 站在大海邊 才發現自己是多渺小 等著最高深 才發現天有多高 浩瀚的宇宙中 我真的微不足道 像微塵消失也沒人知道 夜空的星星 彷彿在對著我微微笑 今生告訴我 一切它都看見了 我所有掙扎 所有暖落和跌倒 將成為主恩典的記號 當我呼救 耶穌聽見我的祷告 在萬人中 祂盡關心我的需要 走過的路 有幻想有淚水 都留下主恩典的記號 在風雨中 耶穌將我緊緊擁抱 我甚至知道 祂是我永遠的依靠 走過的路 有幻想有淚水 將成為主恩典的記號 有幻想有淚水 站在大海邊 才發現自己是多渺小 登上最高 登上最高山 才發現天有多高 才發現天有多高 登上最高山 才發現天有多高 在兩下 天有多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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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 一方 天有數 更加深居 許多高山 馬封 他們 尚 当我呼求 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尽管人中 祂尽管醒我的需要 走过的路 有欢笑有泪水 都留下指问天的记号 在过去中 耶稣将我轻轻拥抱 我甚至知道 祂是望远远的抵抗 走过的路 有欢笑有泪水 就成为 成本殿的记号 当我呼求 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尽管人中 祂尽管醒我的需要 走过的路 有欢笑有泪水 总就像主恩典的记号 在风雨中 耶稣将我尽情拥抱 我甚至知道 祂是我永远的抵抗 我甚至知道 走过的路 有欢笑有泪水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圣经上 圣经上如此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上帝 亲爱的天父 爱我们的主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同心 为我们的国家 经济祷告 神掌权 能改变经济的分配 我们相信 只有耶和华 能翻转如今的情势 叫腐败有权柄的侍卫 叫正直 悲贱的身高 叫饥饿的得饱足 最常罕见的灾难 冠状病毒 已经导致很多人 悲惨的失去生命 求神是马来西亚的领袖 有爱心 怜悯的心 聪明智慧 采取必要的措施 使我们国家的经济活动 不要崩溃 求神帮助我们国家的财政部 赐给财政部长官员有智慧做财政预算 在这时候 马币法治 物价高涨 求神帮助他们能拟定良好的政治 能大大提升经济 控制通货膨胀 这时候 也为我们的国家银行 祷告 求神让马来西亚的国家银行 有能力在经济萧条的时候 采取适当的措施 应对马币法治 扶持经济稳定 求神赐能力以智慧 与政府有官当局 富有影响力的官员 好让他们可以在 缺少发展的地方 内陆地区 发展基本事实 制造更多就业 能全面发展国家 排除一切种族 宗教区域的偏见 使所有马来西亚的人民 都受益 都蒙福 吃人安慰和帮助的上帝 我们这时候为着 赶往新冠疫情的患者祷告 愿他们在病痛中 找到你的恩典 在善事健康中 找到你的安慰 在绝望中 找到唯有神能给的帮助和希望 吃一切安慰的上帝啊 你是大有能力和有灵明的 这是我们的祈祷 神已经拯救我们 脱离了这致命的危险 神将再次拯救我们 我们的希望在于神 神将继续拯救我们 祈求爱我们的主上帝 保护我们 求为当当我们的罪 而死的耶稣基督 拯救我们 求大能的圣灵充满我们 时刻看顾保守 神你的教会 基神你的子民 赐福于马来西亚 使我们全民蒙福 求神灵敏 求神施恩 奉我主耶稣基督 大能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我们再次的欢迎 弟兄姐妹和我们的朋友们 一起出席我们 线上的崇拜 我们欢迎大家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哈利勒亚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报告就是圣洗礼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圣洗礼呢 就是要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 我们的主长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 你有朋友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 所以让他来圣洗礼 可以联络我们的教会 然后呢我们圣洗礼呢 之前我们有一个正确开始的课程 如果你要上课的话 你也可以联络我们的主长 或者联络教会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让我们与喜乐的心 慷慨的来奉献与神 让我们一起来感恩 主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 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 阿们 经文记载在新月圣经 罗马书二章一至二十九节 你这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挪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 却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这人啊 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 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他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 宽容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致神震怒 显他公益审判的日子来到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 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唯有结党 不顺从真理 凡顺从不义的 就以愤怒 恼恨报应他们 将患难困苦 加给一切作恶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却将荣耀尊贵平安 加给一切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不偏待人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消灭 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 也必按律法审判 原来在神面前 不是听律法为义 乃是行律法的称义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做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 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你称为犹太人 又依靠律法 且指着神夸口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 就晓得神的旨意 也能分辨是非 又深信自己 是给虾子领路的 是黑暗中人的光 是愚蠢的人的师父 是小孩子的先生 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你即使教导别人 还不教导自己吗? 你将说人不可偷窃 自己还偷窃吗? 你说人不可奸淫 自己还奸淫吗? 你厌恶偶像 自己还偷窃 妙中之物吗? 你指着律法夸口 自己道犯律法 玷污神吗?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 因你们受了亵渎 正如经上所记得 你若是行律法的 个礼固然与你有益 若是犯律法的 你的个礼 就算不得个礼 所以那未个礼的 若遵守律法的条律 他虽然未受隔离 岂不算是有隔离吗? 而且那本来未受隔离的 若能全守律法 岂不是要审判你 这有义文和隔离 禁犯律法的人吗?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隔离 也不是真隔离 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 真隔离也是心理的 在乎灵不在乎义文 这人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慧众请站立 主耶稣的圣福音 记载在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至四十八节 荣耀归主耶稣 三十六节 真说这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 说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 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愁烦 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 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他们真喜得不敢信 并且稀奇 耶稣就说 你们真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 他接过来 在他们面前吃了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 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 说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上 所记得 凡指着我的话 都必须应愿 以示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 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人起 自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这是基督的福音 赞美归于主基督 弟兄姐妹们平安 让我们来祷告 主上帝啊 愿我口中所说的话 并且我心中的默想 能够讨你的喜悦 你是我的磐石 你是我的神 帮助我们所有人 听的人 能够有得着 讲的人也能够有得着 让我们听见你的心意 我们就行出你的旨意 感谢主 奉耶稣名祷告 Amen 有一个母亲 还有两个儿子 有大儿子跟小儿子 他就收到一个消息 母亲呢 就在教会有人要送他 有这一个的烧鸭 所以就有人买了烧鸭 送给教会会友 母亲呢 就要出去拿这个烧鸭 回来跟孩子们 一起吃烧鸭饭 非常好 但是家里还没有煮饭 所以母亲就对孩子们说 他就跟大儿子说 他说我要出去 去拿那个弟兄 送给我们的这个烧鸭 你们最爱吃烧鸭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马上 我们要吃烧鸭饭 所以大儿子 你要听我说 你就要叫弟弟 还是你自己都可以 你们两兄弟 任何一个人 去煮摆饭 煮了饭之后 我出去拿了烧鸭 回来就有烧鸭饭吃 好不好 那大儿子就说 好 好了之后 母亲出去 出去之后 这个两个儿子 你猜看他们做什么 他们在那边玩电脑 在那边玩电脑 游戏完全没有煮饭 拖拖拉拉 到最后母亲回来了 饭没有煮 烧鸭到了 没有饭 母亲就很生气 就问他们怎么回事 为什么没有煮饭 大儿子说 不是我的错 小儿子说 不是我的错 所以到底是谁的错呢 这是今天我们讲到 中药去发现的 保罗在这里写给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 就是在描述着这群世人 没有看到自己的错 没有看到上帝的审判 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自己能够逃避上帝的审判 所以我们在第二章 保罗在这里就跟他们描述 上帝对他们是什么的看法 我们活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 在这个21世纪 一方面有一群人说 要包容 要接纳 不要去论断 不要去审判人家 可是另一方面 你又在网上在面子书 还是在其他的社交网上 就看到有人抵制人 还是去讨伐人 还是去那里在留言 去写很恶毒的这些留言 去攻击人 去评级人 到底我们活在这个时代 又叫你不要批评 又去批评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时代呢 尤其是我们要认识一些人 我们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对社会很多的话来说 他就想要说 我们的政治家搞到我们社会不好 我们自己有钱人搞到社会不好 拼命百姓不会遵守法律 搞到我们没有遵守SOP 我们这个疫情的案件又上升 他怪东怪西 我们要怎么样 把上帝的心意告诉他呢 就是今天的道 我们要发现这一个问题的答案 所以保罗在这里 罗马书 他在这个第二章里面 他好像在责备一些的人 不过这些人 我们要知道 保罗这个写作方式 是那个时代很出名的方式来的 这个方式 他就是很像是在模拟 在虚拟 像是想象有一个对手跟他辩论 所以他就跟这个对手辩论 这对手不一定存在的 可是是要用这种对手辩论的方法 看起来比较有活力 有活力去表达出一个重点 所以他这个重点 我们就慢慢一个一个发现 所以第一个他去辩论的人 就是这个审判人的 就有这一群人 就很会审判人家 他就说人家有罪 这些人做的这个不对 做那个不对 这些审判人的人 他们以为审判人 就觉得自己没有罪了 因为有人比他更糟糕 可是保罗在第三节 他说了一个很直接的话 他说你这人啊 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保罗就直接了当地跟他们说 你做一样的事情 你也是要被审判的 你不能说人家做的事情 比你更糟糕 还是人家有做某一件事情 你就没有事情 你也是要受审判 相同的 他还这里说一个很有趣的话 你看第四到第五节 我念给大家听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 旷容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赐是灵你悔改呢 你既认证你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继续愤怒 以致神震怒 嫌他公益审判的日子来到 你看到这里有个很好的字 继续愤怒 我们知道继续存钱 我们在存这笔钱的时候 是存好的东西 是存祝福对不对 在那个时候 这个用词 这个继续这个用词 在希腊文里面 也是一样是用来 激赞功德的 像华人说我们说 激功德 所以那时候的希腊人 还是那时候犹太人 他们说我们做好的事情 尤其是犹太人 做好的事情的时候 在天上就 记了上帝的这个祝福 就激赞了这个祝福 保罗却转过来说 你不是激赞祝福 你是激赞愤 你在这里所做的东西 在世上所做的 你忙着论断人 审判人 可是上帝也看到你的作为 你这个不遵守上帝 话语的作为 你这个不遵守律法的作为 也是给你激赞愤怒 因此审判人家 并不会死一个人 逃离他的罪 他不能逃脱 上帝对他将来的审判 因为上帝是一个公平的上帝 原来在神面前 我们看第13节 原来在神面前 不是听律法的唯意 乃是行律法的诚意 所以保罗说 你一定要醒出来 如果你要按照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法规 按照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个规则 你要遵守全部的律法 你要横行遵守 不只是普通的遵守 你要横行 因为如果你不横行遵守的话 你失败了 你落脚了 你还是一样是犯罪的 还是一样要面对审判的 没错 保罗过后在第三章就说 人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每个人都犯了罪 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世界上的规矩 那去脱离上帝的审判呢 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自己做事情不一贯 就是我们做东西是不连贯 不做回一样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说我们会遵守 有些时候我们不遵守 所以忙着审判的人呢 他是在逃避事实 还要怪别人 所以就看不到自己的罪 所以就好像这个两兄弟一样 OK 哥哥怪弟弟 之后我们就看到有什么故事 我再跟你们说 哥哥怪弟弟 所以他就说自己没有错 弟弟怪哥哥 说他没有错 母亲最注意的是 你们有没有煮饭 没有煮饭就是错了 不要跟我说他错还是 另一方面错 你就好像没有错 都是有错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知道 当人去审判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先看到的是 上帝的审判 上帝的眼光 所以就有第一群人 在保罗的眼前 是有这个外邦人 外邦人呢 他们是没有律法的 他们是没有上帝 直接赐律法给他们 上帝没有在历史当中用摩西 用先知们去引领他们 用这些君王去引领他们 没有直接跟他们有这么亲密的启示 这么亲密的赐下他的律法 还有并且用先知们 用君王们来去引领他们 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说 上帝是不会审判我们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吗 不知者无罪对不对 所以既然不知者无罪 为什么我们还会受审判呢 就可能会有人这么去想 可是呢 我们看第14到第15节 我念给大家听 简单来说 他们心里面有这个叫良心的东西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在人的心中有种下良心 所以在上帝接触的文化以外 就是在这个西伯来人的文化以外 这种外邦人 包括华人 你还是看到有基本的道德 基本的这个孝敬 基本的对生命的尊重 不要犯奸淫 不要偷东西 这些东西 就算是没有律法 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一套律法 因为他们心中有这个的律法 不是完完全全跟犹太人一样的律法 可是这个律法可以看到 上帝对人的要求 仍然在外邦人当中 还是显现出来 我们华人自己也是 有人出书说 华人在历史中 好像是有上帝自己亲自的带领 不过在圣经里面的真理就是 犹太人有个特别的身份 他们真的是在历史中 上帝直接的带领他们 别的文化有上帝的引导 可是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 可是就算是我们是间接的被上帝引导的话 我们仍然要遵守上帝的律法 我们不能说 因为别人是有被上帝引导的 我们没有被上帝特别的引导 所以我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我只能去责怪人家 去压抑自己的良心 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大概有看过这个的 黑命关天的行动 或者是黑命攸关 英文叫做Black Life Matters BLM 在去年还是前年 就不是有这个的黑人 他被这个的警察就这样子压死了吗 然后他们就出来抗议示威 示威就算了 他们是责怪这个警察 责怪这个美国的制度 是这样子 对黑人很不公益 好 是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也有人 也是在抗议的时候 去掠夺别人的店 去打抢 这些东西 你哪里可以说 我要对这个系统报复 所以我做这个事情是没有错的 我要做这个的罗宾汉 我要去抢这些富有人的钱 可是他们所抢的人的钱 并不是富有人的 只是一个平民百姓 普通人的钱而已 所以我们不能怪罪别人 然后又说自己是没有罪的 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不懂律法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没有罪 有人比我们更糟糕 并不是这样子的 就好像这个兄弟里面 我现在先谈那个弟弟 那个弟弟他说我没有错 为什么他觉得他没有错呢 因为弟弟说 我之后才听说 是妈妈你跟哥哥说的 你是跟大哥说 没有跟我说 所以你没有跟我说 就不关我的事咯 所以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你还要怪罪我呢 然后哥哥就透露了一个 很重要的情报 这个好像法庭系那样子 有证人做一个很重要的情报 什么情报呢 他说原来 他们在网着电脑的时候 弟弟说 在这个时候 妈妈出去买东西 他知道妈妈出去买东西 家里什么都还没有煮 他就猜应该是妈妈 会买食物回来 他就问哥哥 妈妈出去买东西 通常我们不是这时候 我们兄弟其中一个人 要煮饭的吗 哥哥说 对啊妈妈有叫我们煮饭 然后弟弟就说 所以怎么办 哥哥说 不知道 看你哦 所以弟弟就 他也是没有煮 所以哥哥这句话 透露了这个详情 就发现了 原来弟弟就算是没有收到 妈妈直接的命令 他心中也大概感觉到 这个时候 他的责任是要煮饭 或者是他哥哥需要煮饭 他们不可以坐在这里 什么都不做 他知道了 他却没有去行 就好像我们外邦人一样 没有上帝的律法 可心中有这个良心 我们却去不遵守他 所以我们也不能讨罪 这个小弟弟 他也是不能讨他的罪 因此呢我们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应用 第一个呢 是我们要为人家祷告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人会被受控 说这个人他性侵别人 这个人他打别人 这个人可能对某一些人没有礼貌 我们基督徒是很好的 我们没有咒诅他下地狱 我们是祷告 希望他能够得救 希望他能够悔改 可是我们有没有也是忘记 也要为受害者祷告 受害者心里面觉得就是 只要那一个逼迫我的 对我做这些非法事情的 他受审判 他被处罚我就开心了 是真的如此吗 真正能够释放他的 是上帝 他真正的对手 未必是那一个的逼迫他的人 也有可能 他的对手就是上帝 因为他自己也是要逼迫上帝 他自己的生活中 也不遵守上帝的律法 因此我们也要为他们的救恩祷告 所以不要看到那个被控者而已 我们要看到那个受害者 他也需要救恩 第二 我们要脱离这个人 审判人的这一个观念 我们不能只是看见 那个人怎样审判那一个人 这个人对社会有什么样的评估 我出来社会的时候 我要小心 人家会怎样看我 这种的眼光是好的 因为我们是 我们是和群的 我们到最后还是一个社交生物 他们英文叫social animal 所以我们还是 这种是和群的 这一个的生物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会看中 人跟人的关系 可是不要忘记 上帝是审判我们的上帝 我们要看上帝如何去看待我们 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 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们人生的命定 我们的结局是在上帝的手里 不是在人的社会的手里 再加上人是自私的 人是堕落的 人的观念会改 有时候他会觉得你这方面不好 有时候他会改过来了 因为他自己可能假冒伪善 还是对自己的意义有冲突 就不审判你了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看见上帝对我们的审判 而不是看见人对我们的审判 相同的也要让别人看见 那么不要看见他们对社会的审判 还是他们社会对他们的审判 要让他们先看见上帝对他们的审判 还有另一群人就是犹太人 犹太人在历史当中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就如刚才我说 他们真的是在历史中有上帝直接的启示 还有直接的带领 我们很难就说 犹太人就等于基督徒 犹太人是行律法 所以有些基督徒是行律法 这样的说法是可以 不过是很勉强的 因为犹太人他们的身份 是等候弥赛亚的再来 所以弥赛亚来了之后 他们却不接受弥赛亚 所以他们有这一类的问题 他们是需要去面对 去接受这位拯救他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已经接受了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就比较不一样 所以犹太人他怎样看自己呢 我们看第十九至二十节 他说 有深信自己是给下职领路的 是黑暗中人的光 是纯笨人的师父 是小孩子的先生 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所以犹太人呢 他们就是那个审判人的 他们很喜欢去审判人 为什么 因为他说 上帝有给我们很好的律法 要选割离 不要犯监影 不要偷盗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这些很好的律法 所以他说 我们懂上帝要什么东西 你们这些外邦人不懂 你们活到这么的愚昧 你们活得这么得罪上帝 我们懂 他们懂呢 他们还觉得自己是光 自己是领路的 是光 是师父 是先生 甚至是知识和真理的模范 他们觉得自己 真的是很像很至上 有一个至上的品德 至上的身份 可是上帝这里 却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审判 很大的批评 你看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他说 你指着律法夸口 自己盗犯律法 颠如神吗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 因你们受了亵渎 正如经上所记得 上帝 拣选了这一批人 他们看见自己高超的身份 他们却没有谦卑地看见 自己犯了许多上帝的诫命 因此就玷污了上帝的名字 就玷污了上帝的名声 这是他们所缺乏的 他们却自己没有看到 可是他们又觉得 他们有隔离 我们听到人家说 行隔离的时候 隔离有什么意义呢 是算是行律法的一份子吗 可是隔离你这能隔一次吗 你不能隔很多次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隔离对他们说 是一个身份的记号 就好像是 马来西亚公民有IC 就好像是说 我申请到了IC 可能我是外劳 可能我是外来的 我拿红卡 之后我就变成了公民 我有蓝色的卡 你有这个蓝色的卡 你有这个IC 这时候呢 你却去犯法 你却去侮辱王族 你却去跟国家 怎么是 你去跟国家宣战 这个是犯法的 OK 甚至你的那个 你身为这个公民的权利 会被拿走的 因为你向自己的国家宣战 所以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虽然你是公民 可是这些的行动 是迫害你的身份的 相同的 这些人 他觉得他有律法 他有隔离 他是上帝的子民 他尽力遵守就好 只要我进入了犹太教 只要我成为了犹太人 我就有个特殊的身份 上帝一定会保我的 我没有上帝 上帝是一定放过我一马的 因为我有隔离 我是有那个身份 我是上帝的子民 我有记号 上帝一眼看这个事件 这个有隔离 这是我的子民 那个没有 那个不是我的子民 所以只要我有隔离 我有这个律法的遮盖 我就是一个上帝的子民 我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他们有这样子的思想 可是保罗说 在25到26节 他告诉他们 你若是行律法的 隔离固然与你有益 若是犯律法的 你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 所以那未受隔离的 若遵守律法的条例 他虽然未受隔离 岂不算是有隔离吧 他这个隔离不是在于 说到底有没有 拿那个刀去割 你身体的肉身的一部分 这个隔离的意思 他这个行隔离 有隔离呢 是不是上帝子民的意思 代表说 你肉身上 可能有上帝子民的记号 你的生活上 你却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 你有也等于没有 你也不算上帝的子民 可是那种肉身上 没有记号的外邦人 保罗这里 其实是在暗示基督徒 这些外邦和基督徒 他们却遵守上帝的旨意 不是真有太人 外面肉身的隔离 也不算真隔离 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有太人 真隔离也是心里的 在乎灵 不在乎疑问 这人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最重要的是 那个心里面的隔离 而不是肉身上的隔离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有那个身份 可是这个身份 不是处于有太教的身份 而是处于耶稣基督的身份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才有那个 上帝子民的记号 弟兄姐妹们 有些时候 我们为这个有太人祷告 我相信这个时候 大家也有为耶路撒冷 也为这个的 犹太这个国来祷告 我们要小心 我们是哪个国家的人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吗 还是我们是有太国的子民 我们要知道西安主义 跟我们为有太人来祷告 是不一样的东西 西安主义是要恢复 这个犹太国 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 要恢复这个犹太人的国家 那是西安主义 我们为有太人祷告 是要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上帝拯救了他们 在过去历史中引导他们 他们自己 却没有要接受这个弥撒亚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可惜 在你眼前而已 近在眼前 眼在天边 你就是接受不到这个救恩 因为他们的顽固 因为他们抓紧这个律法 觉得自己 在这个律法里面 在这个律法里面 还有上帝子民的身份 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小心 我们不是要祷告说 要这个以色列国 这个犹太国 能够兴旺 能够打败其他 他周围的国家 不是不是 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他们能够回到 主耶稣基督面前 如果他们建了一个新的圣殿 他们又继续献祭的话 算什么呢 他们要的是接受 主耶稣基督 不是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记得 要为有太人祷告的时候 要祷告对的事情 不是祷告他们 方式亨通 然后不要接受耶稣基督 也是亨通 不要这样子 第二呢 我们当中也可能有一些 是比较像犹太人的人 是什么人呢 就是我们这些 从小到大 在基督教环境长大的人 在基督教的道德长大的人 我们懂得 有时候去教会 我们懂得 基本的道德 我们不做一些 外面人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与耶稣基督 完全没有关系 不领袖 不祷告 来教会才祷告 教会以外 没有上帝的 真的是没有上帝 真是忘记那种 这种人 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 我们也要去关怀他们 接触他们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 我身在基督徒家庭 有一个坟墓为我预备 因为我是教会会友 已经有个坟墓预备给我了 我是基督徒 因为我出生是基督徒 我就是基督徒 这样的人 他们是需要福音的 我们不要 就忽略了这一些人 因此来到最后 就回到这两个儿子的故事 这个大儿子呢 他说他没有错 为什么他没有错 因为妈妈对他说 他是使者 他是传话的 他是教弟弟讲煮饭的人 所以妈妈对他说的话 他只要传给弟弟就好 所以他就说 我在网站电脑的时候 弟弟问我咯 我要煮饭吗 他就说 对 要煮咯 然后结果静静 两个人都没有煮 他就觉得我是传话的罢了 我不是那个要煮饭的 可是母亲说 我是说你们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煮饭 我没有说 叫你命令弟弟去煮饭 你也是有煮饭的责任 我弟弟不煮 你也要煮啊 你不要把自己灌作使者 觉得我是帮母亲传话的 所以我就不用做 我没有讲过你不用做 那个哥哥也说 可是我之前 你叫我做的我做过了 我做的好 我煮到一次饭给你 为什么这一次 你不能放过我呢 母亲说 这次煮饭是这一次的事情 上一次饭是上一次的事情 这一次没有煮饭 大家也是饿肚子 你还是要煮的 相同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能拿一个特殊的地位 也不能一些民族 有一些特殊的地位 还是有一些人天生是基督徒 就觉得还有特殊的地位 就能逃避上帝的审判 就能够不与上帝建立关系 不接受耶稣基督称为救主 因此母亲就很生气了 还要审判这两个儿子 所以要怎样审判这两个儿子呢 今晚就没有烧鸭吃 埋回来的这个烧鸭 你看多么的好吃 多么的美 埋回来了 你没有机会吃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不认罪 你们做错事情不认错 不认错的话 你要怎么样 可以吃这个东西呢 母亲要给你一个很大的教训 可是呢 如果他们认错 说我们知错了 我们是应该要煮的 我们给很多借口 我们自己妄想 觉得我做这个这个 还是我觉得对方错 之类之类的 我就不用煮 这样的想法 我们是错的 但他向母亲认罪的时候 母亲愿意忍受这个的危险 母亲愿意饿肚子多一下子 让他们去煮这个饭 然后大家一起有这个晚餐 一起有这个烧鸭可以吃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哪一位呢 我们的朋友是哪一位呢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也是为我们忍耐 我们得罪了他 我们顶撞了天父 也顶撞了他 可是他愿意来 为我们受死 为我们忍受 给我们这个生命心 盼望新的机会 我们愿意接受他吗 可能你是大儿子 也可能你是小儿子 或是姐妹的话 你可能是大姐 或者你是那一个妹妹 你的另一个兄弟 那个另一个兄弟 可能是你的家人 可能是你的朋友 一 他就责怪世界 自己不要悔改 不要看到自己 二 他就给借口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用负责任 三 他就说我有个特殊的权位 我有个特殊的身份 所以我不用悔改 这一些人 就是那个不愿意悔改的 你愿意悔改 你就有这个烧鸭吃 可是就有你另一个兄弟 不愿意悔改 怎么办 我们要把他们指向上帝 要让他们有机会一起吃烧鸭 弟兄姐妹们 不要自己吃而已 要带你的弟兄姐妹一起吃 让他们看到上帝的审判 我们一起认罪 一起领受上帝在天上给我们的福分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感谢你创造我们 感谢你让我们心中有这个良心 也感谢你带领了一些的族群 有你的律法 主啊 也感谢你 太太派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自己的独圣儿子 告诉我们 我们有罪 也告诉世人 世人有罪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充满审判的世界里面的时候 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审判 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眼光 我们就谦卑来到你的面前 来认罪 来悔改 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 他们可能觉得不需要你 也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做对的选择 说对的话 把他们指向你 对他们审判的时候 他们也看到另一面 对他们预备的救恩 跟慈爱 预备我们的心 让我们不要自私 让我们一同的 来去享受你的天上的福分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奉耶稣名祷告 阿们 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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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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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祢的面前 我献上我的心 展开树点的翅膀 我要回到祢身旁 踪破一切地纠缠 我要向祢来歌唱 展开树点的翅膀 进入荣耀的天堂 你的宝座在天上 你是我王 主 我要来敬拜祢 站立在祢的宝座前 主 我要来敬请祢 在祢的面前 我献上我的心 展开树点的翅膀 我要飞到祢身旁 踪破一切地纠缠 我要向祢来歌唱 展开树点的翅膀 进入荣耀的天堂 你的宝座在天上 你是我王 展开树点的翅膀 我要飞到祢身旁 展开树点的翅膀 进入荣耀的天堂 你的宝座在天上 你是我王 你的宝座在天上 你是我王 你的宝座在天上 你是我王 那我们一起来念 你记啊信经 我信独一的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 并造有形无形万物的主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在万事之前 为父所生的 从神出来的神 从光出来的光 从真神出来的真神 受生的不是被造的 以父一体的 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 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 从天降临 由圣灵感运 同真理玛利亚 起坐肉身 并成为人 在本丢毕拉多手下 为我们钉石之架 被害受死埋葬 照圣经第三日复活 升天坐在父的右边 将来必有大荣耀在江陵 审判我人死人 他的国无穷无尽 我信圣灵为主 并赐生命的根源 从父子出来的 与父子同受敬拜 同受尊荣 曾借着先知传言 我信唯一圣儿公之教会 众使徒所传者 我承认赦罪失利的度一洗礼 我指望死人复活 并来世的生命 阿们 会众一起站立 我们来领受主的祝福 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守你们的信法意念 使你们认识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 又愿全能的上帝 圣父 圣子 圣灵所赐的父 将在你们中间 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愿你们平安回去 侍奉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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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